近日由日本研发的固态电池正式上市 充电仅需三分钟 就可以续航1200公里 对此美国嘲笑道 中国这下要彻底完了 不料接下来一幕全世界傻眼了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近年以来 丰田在电动车领域始终摇摆不定 经常是前脚刚说要开发新产品 后脚自家的老总丰田张南就公开说点骚话 以至于几次拆台 外界都认为丰田在电动车领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 也正因为如此 丰田错过了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在新赛道上已经严重之后 然而就在去年夏天期间 丰田张南又一次公开表态 纯电车 全固态电池 10分钟快充 1200公里续航 价格减半 此话一出 外界又看不透丰田究竟想干什么了 倒不是说他家的全固态电池有多先进 因为这类型电池 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开发中 但是对错过一次次机会的丰田来说 全固态好像就成了他家的终极大招 打摇摇弯道超车 超过其他新能源车企之事 是是果真如此吗 固态电池真能解决眼下电动车面临的全部问题吗 至少从丰田自身的角度去看 固态电池或者说是全固态电池 是他家试图发展电池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确切的消息 去年6月份丰田就正式表态了 新的纯电动车型使用的是全固态电池 正如丰田张南所说 他们在这一领域已经克服了电池的耐久性问题 按照丰田自己的说法 公司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已经积累了超过1000项的专利 而且全固态电池的汽车 在2020年前后已经完成了相关测试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充电速度快过其他电池 10分钟的充电量 能保证汽车行驶1200公里 目前这一数据仅仅是丰田方面的说法 并没有经过时政 而在电动车领域 其他已经推出的各类品牌车型 其充电速度和续航能力 确实都达不到这么高的状态 像特斯拉的车型 充电15分钟也就行驶260公里 日产的一款电动车充电45分钟 行驶距离也只有380公里 丰田在售的一款里电子电池汽车 充电半小时 续航里程为600公里 这些都是现有电动车真实的性能状态 所以丰田宣布的全固态电池的性能 确实能让一众车起震惊 更为关键的是 丰田这次还说出了具体的时间表 到2027年就向市场投放新车 排方式立起来了 究竟能不能实现 那就要看丰田的能力了 当然丰田方面也不会言 全固态电池的成本问题 成为接下来发展的最大阻碍 数据显示 其成本比现在的锂离子电池高出了4倍 甚至25倍 除了成本之外 另一方面则是全固态电池的性能 虽然丰田很高调 但外界并不知道 丰田是真的拥有技术了 还仅仅是在制造噱头 而要说清楚这一点 就得去看全固态电池和现在市面上的电池 究竟存在哪些区别了 半固态 准固态 全固态之分 除了液态之外 其他三个类型都可统称为固态电池 类型上有差异外 之所以固态电池更好 是因为它的性能和安全度高于传统的液态电池 现有的锂电池 其电解质大部分还是以液态为主 就性能来看 充电时间普遍较长 前面提到的几个电动车品牌 最短的充电时长都要在15分钟以上 除此之外 续航焦虑得不到有效解决 目前绝大多数的电动车 其续航里程也就在几百公里之间 这正是由于电池的性能限制了 历程的进一步增长 尤其是气温下降的情况下 续航里程也会跟着降低 也就是俗称的掉电 最后一点 便是现在的电动车电池 始终存在安全隐患 而主要的安全事故就是起火自然 根据清华大学电池安全实验室的数据显示 从2019年以来 电动汽车的自然事故频发 不完全的统计是 相关的起火事故超过了40起 之所以出现自然事故 则是因为电池短路 短路原因又是因为温度失衡 导致电池内部正腹肌之间的隔膜 被吸出来的理直经刺穿 最后正腹肌直接接触而引发自然 这一问题 在现有的锂电池中 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哪怕不存在温度的突然失衡 电池使用时间延长 也会增加隔膜被理直经刺穿的风险 对比之下 固态电池电解质不易燃烧 稳定的化学特性 使电池本身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其次 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 远高于传统锂电池的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的提升 意味着电池能实现快充 且续航能力大大提升 丰田宣称自己的全固态电池产品 能实现快充以及续航里程超过千公里 实际上这并非丰田最先说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固态电池的概念才越来越多的被提起 相关的统计也发现 除了丰田之外 其他传统车企向大众 宝马等也都在投入聚资研发固态电池 说了这么多好处 可截止到目前 还没有任何一家车型 将使用固态电池的汽车开出来 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家的产品 续航里程就是超过了1000公里的 也正因为如此 业内有观点就认为 所谓固态电池的研究 还没有像企业宣称的那么快 最为关键的是 固态电池本身也会出现 与液态电池相同的问题 从技术上来看 全固态电池现在面临最大的瓶颈 是离子导电率 远远低于液态电池的电解质 如果这一技术难点 得不到实质性突破 固态电池的循环性和被率性就会变差 电池内阻也会增大 此前所宣称的快充和长血航将 都会成为空谈 关于这一点 业内有人就认为 研究固态电池因为 此前研发所使用的固态电解质层 启动量是传统液态电解质 隔膜的10倍以上 这也直接使得 离子导电率大大降低 如此一来 就不得不继续加入 有利于导电的非活性物质 而随着该物质的增加 整体的能量密度又会下降 此前有的公司研发的产品 能量密度连350WA可都没有达到 如果顺着这一思路研发 最后制造出来的电池很大很沉 但整体性能却不一定能得到提升 所以有观点就认为 固态电解质能提高能量密度的理解 从根子上就是错误的 除了这一点之外 外界也在质疑固态电池的安全性 此前美国能源部的研究就发现 即便是全固态电池 在使用之后同样会存在理质经问题 而且它可能引发的一块 比现有的锂电池更高 安全性之外 国内研究分析固态电池行业动态的机构也表示 它的成本问题将会是制约起商业化的主要因素 因为现在的液态锂电池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在生产制造上成本更低 而固态电池整体还处于研发领域 本身还存在变数 究竟能不能实现现在还不得而知 外界只是看到 该公司的股价在宣布之后隐身而涨 比原先的价格涨了十倍 其他的企业实际上也一直在炒作固态电池这个概念 技术上是否有实质性的突破一概不提 媒体的相关报道中 也都是在极力渲染该类型电池未来的发展空间 所以说固态电池究竟怎么样 必须得看到真材实料才行 那么固态电池的发展究竟会怎么样 业内也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业内的看法是 现在的液态里电池会实现技术迭代 但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 中间需要半固态电池来进行承接 半固态电池与液态电池比起来 本身没有太大变化 只是尽量减少和控制液态电解质的含量 以便在性能和安全上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目前国内的半固态电池在去年已经有企业推出 业内预测未来在2024年到2025年前后 会进入商业运转领域 至于半固态电池迭代到固态电池 相对保守的看法 是给不出确切的时间表 真正要改变的 是材料体系实现制的飞跃 而不仅仅是利用理论来炒作概念 我国目前在关键材料的研发上 是一氧化物电解质为主要方向 欧美方面也是这一思路 而日本和韩国 他们所研发的方向是硫化物 谁能最终跑到最前头 现在还看不出来 也正因为如此 丰田宣称2027年实现量产 确实存在很大的水分 有人嘲笑丰田孤注一掷 主要是因为固态电池 不是仅有的新电池技术 除此之外 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也在大力研发有别于 锂电池的钠电池 而且国内像宁德时代 这样的电池巨头 也已经推出钠电池产品了 从更大的类型来看 不光固态电池会是未来的方向 其他类型的电池技术 也有可能获得突破 目前无论是固态电池 还是钠电池 都还处于实验试产阶段 所以说鹿死水手 上南预料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